好,各位奇友达好 那这万奇是2015年进行的三星杯半决赛的第一局 由黑方李世时对战白方可洁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奇新小木之后无忧角 白奇挂脚拆边连片 黑奇大飞挂 那白奇先把脚拿住 黑奇拆二,白奇逼住 这个是那个时候流行的下方 黑奇跳一个,白奇点刺 这里如果说黑奇沾的话 那后面这里的奇形问题也比较多 有这个飞,有这个靠 都对黑奇的生存造成影响 当然仗下的好处就是上面这个头很硬 以后往上跳一个去掏白奇的空 就更加的容易了 实战黑奇挡住的话就先做根据地 当然以后有冲断 白奇手脚,黑奇拆边 分头 逼住拆二,黑奇再拆 那个时候的奇就喜欢铺力板 先把这个边和脚全部占领 然后再慢慢的展开这个战斗 白奇碰无右脚,黑奇选择搬 搬的话呢,白奇随时留一个顶完之后搬过 你黑奇要是不想让他过去 断打完之后反打再沾上的话 那白奇拐头先手,就已经火起了 抢到先手的话,右边这个拆二被碰伤 其实也还好,真正不行就跳出去 实战白奇小飞进脚,黑奇尖三三 白奇跳一个,继续把上方补强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新奇的节奏来讲 黑奇右上就不可能补了 大致会在这个左下这一带去打入 实战黑奇补 非常稳的一手 但是在现在这个奇看来的话就有点缓 白奇飞,黑奇跟着飞 那白奇继续桎这里的柴儿 跳一个 黑奇压过来之后搬 白奇沾上,黑奇在火 这里的交换呢 等于说把白奇上方彻底给变扎死了 这个各种打入都不存在 黑奇呢,中间这里稍微走后了一眼 白奇继续桎 二路托 这个奇如果说黑奇扳断,爬一个 那白奇打一下再一扳 虽然说黑奇多吃了一点木树啊 但是被白奇这一虎 等于说中间要被断开 那这样这个双方要互攻了 实战呢 这个黑奇扳在里边 白奇顶,黑奇沾 白奇掩位好了一点 再出头 不过黑奇往这一飞啊 又要求白奇补 又把自己联络完整 下一手棋 白奇往底下碰啊 这个也是想对这里的出头多一些精 黑奇扳,白奇反扳 打吃,沾上 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黑奇比较看重实地 站在底下呢 白奇压出来之后 随便补一手就可以联络了 同样也把这个黑奇的边控给打穿了 实战呢 黑奇比较狠 压在上面 那白奇断打提掉 黑奇再长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黑奇在这儿做了非常多的铺垫啊 边控也损掉了 然后上边也把白奇撞后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对白奇右边造成一些威胁 之后克杰靠一个 唬一个不断 黑奇挂脚之后 跳 白奇大跳出头 然后黑奇使出杀招啊 这个二路点 这个奇呢 很严厉 那白奇如果说打吃的话 黑奇就直接爬回收根了 白奇如果两眼苦活也是比较惨的 这个奇AI的建议是白奇顶一个 黑奇如果朝呢 白奇挡下去 这样的话 黑奇穿掉上边这个尾巴 白奇二路半 也可以作业 就形成一个局部转换 实战白奇扭断 那这个奇其实黑奇就正常补也没什么 白奇啊 这个挡下去还是要遭到黑奇这一穿 大致要形成白奇尖顶 让黑奇这样爬回 白奇在赤子两眼作活的一个格局 黑奇总归是有一些先手便宜的 实战黑奇选择 直接穿 那白奇脚上打了之后沾 黑奇立 白奇再送 脚上这个地方 黑奇吃子啊 吃起来就非常的难受 一挡下去之后呢 不能再往脚上挡 不然的话 白奇一拐回去了 只有贴下来吃 白奇这个拐住之后 再往这挡住 黑奇外边收气 白奇打完之后再挡 这个脚上收气 连同关子一起收掉 而且以后的这个关子 也是白奇的权利啊 像这种夹 黑奇只能立 白奇以后再沾 虽然说是个后手啊 但是黑奇还是得收气吃 所以说这里白奇转换 还是非常灵活的 下的 接下来黑奇要杀底下这朵花 小尖 白奇团住 下一手呢 黑奇选择的是二路拖 那这个奇 黑奇在防范什么 就是如果说你直接跳 破眼的话 白奇有这手挤 站的话直接断 那黑奇不太行 顶的话呢 这个白奇也可以通过二路打拔 把这个花活掉 脚上你扳 他再补一手 罪不至死 这样黑奇也落空了 实战拖在这儿呢 就希望白奇扳断 打持 黑奇打白奇站上 这样黑奇再放心的去破眼 白奇挤就没用了 挤的话再一沾 外边的断也就自然补好了 所以说这个是黑奇的意图 实战白奇扳在外边 黑奇再去跳一个 那这个地方的话 白奇就没有选择挤了 因为你挤一个 他顶一个 其实也 这个打持 沾上 再提黑奇还有这个断打 这样黑奇比刚才要更厚一点 白奇打算弃子了 不过这里打算弃子的话 最好还是先手把这个打掉 跟黑奇团住交换 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打算 实战白奇先点刺 希望黑奇沾 然后比如说他再打 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头的话 再威胁黑奇这三颗子 但是遭到了黑奇的转身 底下白奇不走 黑奇连回来 直接逆收掉 这个味道也全部补好 白奇充斥 本来如果说就正常把这个打掉的话 是白奇又是 但是这一点刺被黑奇连回 白奇再冲左边这颗子 黑奇的这个局势又稍微捞回来一点 还算是比较的接近 接下来黑奇上方打入 白奇尖顶 先留下来一点味道 再往左上角跳一个 长继续压缩白奇的空 白奇跳回 黑奇右上挡住 开始走一些大关子 白奇上边贴住 下一手棋的话呢 其实黑奇有点过于悲观了 这个棋差距不大 最好还是应该搬 这样连搬 双方互围 黑奇不差 实战黑奇有点急 搬在里边 这个棋可能黑奇想的是 白奇挡住黑奇打吃 以后还有这一类的这个棋在里边 但是实战科捷下的也是非常狠 这一手二路尖刺呢 就是AI的一选 杀奇的这个手段非常的到位 黑奇已经无路可逃了 他如果说跳出的话 白奇就小尖封锁 你要是再冲 断 白奇就卷进来 跟你这个对杀就行了 这个奇 黑奇肯定是杀不过的 实战黑奇沾 白奇下手虎又是一选 黑奇冲 白奇扳头 看上去好像黑奇有一条 这个深路可以逃跑 但是如果说黑奇走这个打的位置 是不行的 因为白奇沾 你再冲 白奇再来个跳架 那黑奇只有无脑冲 打 白奇可以断打 你吃掉这颗子假眼 白奇把上边这个打吃 切断给補掉就行 你再断外边 这个白奇再成 再去断打都没用 因为你落一个后手 被白奇打完之后再沾 上边黑奇三口气 外边也不存在这个真死白奇 所以说这样黑奇要死 那这个打不出来 黑奇实战碰一个 这个招法已经比较乱了 接下来白奇虎一个 黑奇直接斑 如果说白奇就这样吃 比如说断上去 被黑奇这一打先手 以后再这一打先手 那这个黑奇还算是 可以啊 气的不算多 但是白奇这手虎呢 让黑奇也是 措手不及 首先如果说你这样冲出来 白奇就来一个虚招 这个黑奇还是出不去 因为你打吃虎的话 白奇搬 这个都是命令手 你搬出来 断打 再打吃 再打吃 再承 再挤一个 白奇就直接把你封住 黑奇冲完之后打 白奇再沾 这个地方提掉就沾上 什么奇都没有 黑奇的气太紧 也没有眼 实战呢 黑奇先往左下 二路拖 白奇搬 黑奇再冲 这个时候白奇换了一个沙发 从这儿去跳刺 这个也差不多意思啊 就是黑奇沾也没有 沾的话白奇长 你再挖上去 白奇打完之后沾上 这个地方还可以来一个花式杀奇 可以站在外边 这样 你这样断吃 它做成一个钉丝 你吃子 它再一搬 钉丝的话 反正就这么多口气 你把白奇外边冲 搬 断 那白奇就成 你贴住的话 它就把这个三颗子给成气就行了 打一手 在小间 外边搬头的话 断一个 打吃长 沾上再跳回 这个黑奇的钉丝的这个气 跟白奇右上大龙的气 是没有办法对杀的 因为你要封锁的话 外边还得 付出一个挖瞻的这个后手 白奇直接去收气就行 这个奇黑奇还杀不够 而且中间的这个 黑奇的骑径还来不及跑 你走这儿的话 直接一拐就死 所以说这个瞻也没办法杀 实战黑奇走的是单挖一手 这个奇看上去毛病很多 被白奇断打 黑奇还要沾 白奇直接从上边漏过 加肯定是加不住 有这个断打 那就直接打吃 再打 不断 这个奇黑奇还是冲不出来 你如果说就这样沾一下 从这儿打吃 想要冲出来的话 那白奇搬就行 你再挖 白奇断打 沾上的话 他就沾 你想收外边的这个气 已经不可能了 实战呢 黑奇往这点一个 白奇也是非常稳的沾上 这个吃的最为干净 黑奇加来冲 白奇先打 非常细腻 等你沾上 他再虎 实战黑奇先沾右边 白奇沾 黑奇再沾上 白奇护回去 那这样黑奇白白送死的话 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然后黑奇左边偿回去 白奇小尖 还要威胁黑奇的死活 黑奇顶住 白奇二路斑 黑奇尖顶断 白奇打完之后 这里翻打滚包 非常的爽 因为滚包完之后 外边全部包扎好了 再来一个断打 接下来 这个说关 白奇相对来说 就比较好下了 黑奇上边点刺 白奇实战是沾补齐的 其实不补问题也不大 你可以把右边这个猴给走掉 这个地方也是有齐的 因为黑奇沾你可以挤过 团柱的话你断 黑奇就这样去 搬的话 他不能沾 那就猴 这边还有个结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地方 至于上边呢 被黑奇先断 对杀白奇肯定是有利的 因为白奇并一个 黑奇打白奇沾 黑奇跟右上的白奇杀不了 跟中间的杀断开来 白奇四口气 黑奇也四口气 那白奇还可以吼一个 先交换 再收起 也是来得及的 实战白奇就沾上了 沾上的话 就避免了这个收起吃 以及中间也让黑奇 少了一些先手 不会被包扎住 那黑奇打 把右边的这个给补好 因为白奇再火的话 黑奇就可以团了 接下来白奇往底下 小尖 黑奇右边点刺 几个先手 底下再断 然后刺一个 这个奇马上要跑里边 这颗子 然后瞄着白奇的断挡 所以说白奇提 黑奇压 白奇中间继续掏空 黑奇小尖连回 白奇底下扳 敞一个 黑奇比领是一个妙招 因为白奇扳 黑奇断之后 如果你这样打持 沾上的话 黑奇向左边这里 还有断打 随时可以拐持回去 而且黑奇这个底下 还有打持 让白奇接不贵 这个外边的黑奇 肯定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负担的 所以说白奇也没必要去跑 直接打完之后 收关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黑奇的关子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里不够细腻 正确的下法 应该是先打 白奇如果沾 或者说挡住的话 黑奇再挡住也来得及 白奇如果说 继续往路爬 那黑奇往里冲 这个地方 因为上边有这个斑段 然后你连回去的话 黑奇这里还有后手也 所以说再虎一个 能把白奇这里的空破掉的话 肯定是便宜点 实战黑奇拐下来 那以后给了白奇贴住的这个权利 这里关子烧亏 接下来白奇右边沾先手 挤一个先手 再把上边一并 那现在白奇就很稳了 之后左下角黑奇团住 白奇把这个给走到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黑奇上边一挤 打吃先手 中间断打 白奇右边补断 黑奇提掉 白奇往上挤 这个奇黑奇也不敢冲进去 冲进去马上咔嚓一段 只有补 白奇挡住 这边也围出来这个 六目奇 黑奇沾上 白奇中间断打沾 这边快速定型 然后右下这一夹再一沾 后面的这个关子就不讲了 反正黑奇 这个还是稍微差一点 最终走到这个上边白奇沾的时候 黑奇认输 那这盘棋 柯杰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 特别是在右边这里的质固 在黑奇 不仅是中间和底下已经损失非常多的空的情况下 白奇也是选择非常简明的弃子转身 通过弃掉底下这两块棋 把右边火掉 然后在周围又有一些先手借用 所以说看上去弃的多 但是还是白奇优势 再到后续上方的这里杀棋的手段 可以说柯杰下的也是滴水不漏 最终给了黑奇生还的希望 但是黑奇如果说 敢跑的话 那就会越死越多 这个地方后面李适时也是及时刹车 但是已经先损了不少 关子阶段的话 柯杰收的也是要比李适时好很多 最终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 好 那这盘棋就给企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企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